安心界一擔任日本手下 就開始鼓噪日本修憲 宣稱只要憲法沒有修改 日本就沒有摘下戰敗國的帽子 為了達到目的 他還不斷宣傳和平憲法 其實是一部麥卡瑟憲法 以此來鼓動日本民眾支持修憲 說是美國強加的 是麥卡瑟憲法 完全是日本是被動接受的 這就是為了修憲 來打民族主義這張牌 來找一個理由 就是我們日本人 應該有自主自信 這就是安倍晉三 麻生太郎等等 日本新保守主義勢力 或者說鷹派勢力又一勢力的 一個幾乎是近乎統一的一個口徑 但是此時的日本 尚未擺脫戰爭的陰影 日本民眾對於和平都極度渴望 在這樣的背景下 安心界的修憲美夢只好作罷 於是他又另起爐灶 打起了日美安保條約的主意 安心界提出要修改日美安保條約 把美國可以保護日本改成 美國必須保護日本 以此來達到安心界追求的 所謂日美平等的目的 日美關係可以說是 從過去的不對等 正逐步地向利益互換 互補 這樣一個方向在前進 這對日本是有好處的 可是日本民眾並不買賬 他們不願意修改日美安保條約 不願意日本成為美國的保護國 不願捲入美蘇征壩 不願意破壞好不容易得來的和平 因此1960年6月 在新日美安保條約即將通過的前夕 日本爆發了大規模的示威遊行 遊行隊伍還包圍了安心界的官邸 當時的反對安保的這種學生運動 那真是轟轟烈烈的 那個民間的運動啊 成100萬上千人的這個來告別 所以安心界 為了讓安保條約在國會強行通過 到了晚上這個12點 沒有能夠否決得了 他就自然地形成生效了 他認為有可能在這個 自行的生效的前夕的 前幾分鐘就會有人開槍進 進來把他開槍打死 感覺很危險 但是他一定要強行怎麼樣去干 最終新日美安保條約還是通過了 可是安心界卻付出了下台的政治代價 而隨著安心界的下台 他想要修改和平憲法的願望 也最終未能實現 然而 安心界的這一政治企圖 卻由他的外孫 當今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繼承了 2012年 安倍晉三再度成為日本首相 上台一時他就返鄉祭祖 並在演講中說 為了修改憲法 我一定加倍努力 這是我的歷史使命 安倍晉三的他童年 一直是跟隨著母親 楊子在外祖父 和岸信界的身邊度過的 安倍晉三也就在他的美麗的日本這本書裡面承認 他說我的政治敵因因因 更多的是繼承了岸信界的遺傳的基因 那麼安倍和他的外祖父呢 是有著極其相似的一種右倾的思想 因此呢安倍也被日本政壇稱之為穿牛